我今天拿到的是四樣菜 三菜一湯 這個是那個炒水蓮 這裡都是在館子吃的菜 然後糖醋雞丁 海鮮豆腐包 這個連我在家裡面自己都不太可能去做它 因為備料太麻煩 那這就是經典的台式的蛋酥乳白菜 OK 那整品就在這邊 那詳細的做法我後面會補充一下 大家好 我是煉冰箱 那最近那個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大家都已經不太習慣出門 消費的模式也都改變了 然後再加上近年來那個露營的盛行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在家煮 可是在家煮東西 有一點就是大家會覺得很困難的就是備料 比如說我今天想做一道菜 那往往就是為了做這道菜 結果買的食材都不只做那一道菜的量 然後有時候甚至沒有吃就把它壞掉相當的浪費這樣 那過去我相信這個困擾大家很久啊 最近發現一個東西啊 就是很方便 而且就算你家隔壁就拿得到 也就是全家的 Femi組組 那這個產品啊 它是 就是你可以在APP上面做訂購 它可以在指定的時間 把貨發到 你指定的 全家便利商店的門司 你就可以在期限內趕快去領回來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很方便的是說 除了一般的小家庭啊 還是人口減 就是人口比較少的 甚至是那個套房主啊 就是自己住 單身貴族 還有就是露營 最近露營大家出去一定會在自己外面也吹嘛 那也是往往都要為了這些備料去煩惱 然後今天有這個服務啊 就是 大家就可以去買這個東西 然後帶到三二 我們已經收到取貨的簡訊了 好 然後就進去我們那個 就按下去就會進去我們那個 全家的APP裡面 然後那個 就會直接進去啦 那你如果是直接從那個 APP自己找的話 就是找我的包裹 然後這邊就有 我們這次點 我們這次買的東西齁 對 那等一下到那個 指定的那個 全家便利商店 就是出示這些條碼 就可以取貨了 那我們等一下到 就到台中獨行店裡 那這是我這次零貨的 全家 然後這一回我 有拿到的是三菜一湯 那分別是那個 這個大人都小孩都愛的糖醋雞丁 然後 蛋酥乳白菜 這是很經典的台灣菜 鮮菇肉絲炒水蓮 然後還有最後這個 湯是海鮮豆腐包 小包裝分量實在很方便 尤其是出去露營的時候啊 因為這個就是 在你要去 露營前 你就可以先跟它預約時間 然後 通常它這個 它這個可以放個一兩天 就是你如果保存 冷藏保存的好的話 放個一兩天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都幫你封好了 重點是它都幫你封好了 這樣就是一份的東西 尤其是像 像今天我桌上這四樣 那個菜都 這個都 不是 一般家常菜那麼簡單的東西 它是有點 它都是有一點點技術性的 那它技術性最 這些菜 這四個菜色啊 比如說像那個 海鮮豆腐包啊 蛋酥乳白菜啊 然後甚至是藏出雞丁 這些東西 它做起來其實不難 但是 在備料方面真的是 相對的麻煩一點 菲米組組 推出這一些 就是 半成品的料理包啊 我覺得這真的是對我們 懶人族 還是說 對自己買菜 不會買菜啊 不會備料的人啊 就是以大福音啊 那它每一份產品就是 會這樣子 一個包裝 包起來 然後 價格什麼都 也是寫的標示非常清楚 然後後面 該有的標示都有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 保存期限 再來我們就來看到裡面的配料 首先就是它的高湯 這是整份 這是這一份的精華所在 然後再來是蔬菜包 該有的蔥花 蝦仁 海鮮 還有豆腐 小豆腐 這道用它的食譜來看 就是 不難的 好 那等一下 這道會示範給大家看 那個增減 好 像 我們現在先炒青菜 這個 這個蔬菜 那大家注意看 那裡面已經有 放油了 所以我們不用另外再加油 把鍋燒熱 先把它搭下去就好了 先把它搭下去就好了 那在表定上是說 這些東西就炒兩分鐘 這道菜大概五分鐘就會好了 那如果 如果大家 這道菜大家 不是 像買這種 幫你準備好的 光 上菜場 備料 到煮好 只花五分鐘 就做得出來 我隨便你 好的 那我們現在把 高湯倒下去 我玩 大家看這個 這一碗真的 這個是 可是 哇這個比較久 這個要八分鐘 因為白菜 會比較 比較 比較不好吃 有 就是 沒有 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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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